字幕彩曲 字幕 李箩eller 今天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天 因为我来JD 当然来JD 一般是来买一些的嘛 但今天我... 一个好作举事要跟大家分享 偷偷跟你们讲 现在我跟Vivian呢 就正常加入了JD JD Family 啊~~ OK 太大了 Alright 所以我們就非常榮幸的被JD 就是選中了 跟他們一起合作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會 穿戴很多JD的產品 鞋子啊 衣服啊 等等等等 所以今天呢 是帶你來 SHOPPING Walking your way Baby lost your tongue somewhere Don't know what to say Stop and run around Oh you act like a kid I am not your mama You're not gonna believe it Ladies and gentlemen 455 It's原價 ChengCheng, let's get it 所以以後呢 我將會有 很Seven多的鞋 哈哈哈 然後我們終於可以搭情侶裝了 因為一起來我覺得我們的鞋子很難去搭配 所以 有了JD的話 我們衣服 從頭到腳 都可以是JD spot Yeah 然後接下來可能或許可以拍 素人改造啊 所以就可以送你們JD的鞋子 衣服等等 哇 乾爹幹嘛萬歲 乾爹幹嘛萬歲 哇 不如以後會不會在這個 這邊看到我們的照片呢 你們在王家耳隔壁 欸 是王家耳的啊 結果沒有發現是王家耳的 哇 乾嘛 你懂他剛才講什麼嗎 他講他還要換王家耳隔壁 那個位置 那個位置 留空友OK 然後我跟Vivian是左右門神 左邊是我 右邊是Vivian 你會怕我的臉變掉啊 他露掉我嗎 我把他起了個汗 這是我們的乾嘛 謝謝乾嘛 謝謝你 謝謝你關照 超多的 太開心了 我要回家開箱了 拜拜 謝謝JD 愛你 默契 愛你 Yeah let's go 我們回家了 去開箱 我只能講這是一個非常令人興奮 很Seven爽的一個合作 因為接下來我都很想加入JD的這個大家庭 這樣我就可以不用買那麼多鞋了 因為接下來我的鞋子很多 應該講基本上我鞋子的80%都是在JD買回來的 所以這一次就非常開心 Anyway話不多說 直接來開箱今天的這個戰利品 所以JD其實給我2000塊的預算去選 任何我想要的東西 不管是限量也好 Anything I want Within budget 就可以 好我們現在來開箱 我今天拿的東西主要是偏復古的 因為你懂啊我很喜歡復古的 So yeah 第一件在JD裡面吸引到我的目光的就是 莫過於這一件 Damn 我非常非常喜歡這個配色 其實是這樣子的 因為我在去JD拿貨的時候 前幾天我就看了一個劉德華和福田樂的訪問 然後劉德華穿了一個綠色的教練外套 所以我就突然間很喜歡綠色 所以這一件綠色是我非常喜歡的 最重要的我喜歡它的原因是因為它的領 它的領是那種比較小 然後可以折下來的那種領 它看起來像一個襯一張衣領 所以非常的好看 它不像一般的track suit 可能這邊比較偏大 另外我是喜歡它的顏色夠壯夠帥 然後它也蠻有性格的 就是左邊的話 就是近幾年Adidas比較常做的一個設計 就是它的三條線條是到你的肩膀位置 然後接下來這邊是空的 然而另外一個手就是old school的那種做法 然後我非常喜歡這件外套 然後我一拿的時候我是拿一整set的 然後我拿了它的 褲子 褲子也是超帥的 超帥 也是很有性格的 左邊這上面沒有的 腳的部分才有線條 右邊呢 是完全有彎線條 這非常的怪難 啊不是非常的有性格 我本身其實不太是一個 會穿full set的人 主要運行性沒有 很多時候這種國外的牌子 他們的full set 都不適合我們這種 五五身的人穿 所以在選size的方面 我是非常的小心謹慎的 外套的話呢 我是拿著M size 然後褲子的話呢 我是拿著XS size 所以是非常的誇張 因為我們矮的人 加上五五身 你就盡量不要給你的腳看起來 那麼的粗 那麼的垮 褲子不可以太垮 褲子垮的人就有看到矮 所以我就選最小的size呢 讓我整個腳看起來 fit一點 所以上半身呢 我通常都比較喜歡 over size的感覺 所以M size is just nice 好 下一件 也是Adidas 這件是Vivian非常喜歡的一個 Windbreaker 其實當時我們去到Adidas 這個攤位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這一個系列 它有兩種不同的設計 一個是Zip Hoodie 一個是Windbreaker 最後我會選這個 Windbreaker的主要原因是 因為我覺得它 讓我整個人看起來 比較solid 比較fit 然後它不會看到 好像整個像小字這樣 因為那個Zip Hoodie 一穿上去 就感覺好像一種 小孩子穿大人的衣服 這樣子 它非常的長 而且它沒有那個身形 看到就是 好像一個cream的餅乾這樣子 整個就是瘦瘦長長 我不是很喜歡 反正這件Windbreaker 穿起來 整個人就很有繩 加上它是那種 有抽繩的設計 所以可以讓你整體 bump起來 你可以拉緊它 讓你上半身比較挺 下半身比較瘦 所以身材比較矮小的 你們可以選這一款Windbreaker 如果你身材是比較fit 比較有身形 有shape 有輪廓的 你們可以選另外一款 Vivian之所以叫我選這一個 是因為 這是一個Junkook style的衣服 所以yeah 所以整個穿起來 是蠻像Junkook的 好 下一個 yeah 這個是我 零走前 不小心 給我發現到的一個外套 這個外套 它原價是400令吉的 但是它現在是坐著 那種NZ的Sales 所以只是200令吉 重點是這一款 一點都沒有 過實 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這是一個非常 含見的Adidas外套 因為它的整體的設計 非常的不一般 它除了整個輪廓 是比較復古的形狀之外 它身上的那些條紋 是非常好看的 它整體的配色 是走Tone to Tone的 它的Tone to Tone 都是紫色 更淺的紫色 它玩這種層次感 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它的肩膀的這整個部分 它的設計 滿有心思和巧思的 它除了一貫的三條紋之外 它來到這個肩膀的位置 它有一個向內發展的三個大箭頭 它就看到整個人的胸肌這邊 比較闊 然而它另外一邊 就沒有這樣的設計 所以你不會覺得好像 整個突然間很壯 如果兩邊這樣進來 就好像X-Man這樣 所以非常奇怪的 它後面就是Adidas Adidas的這個 簽頭的這個 Logo 它後面的設計 也是維持剛才的 這個箭頭的圖騰 所以非常好看 Clean 那我看的這件非常好看 所以我跟你們講 如果你們去JD的話 你們逛 千萬就不要小看 它Sales的這個Wack 它有一個Sales 兩三個櫃子 有非常多的好貨 所以這些東西不是完全過失 而是因為JD 他們每個月都會上新品 所以這些就可能過了一個月 還是兩個月 它就把它丟去這個Section 就有很多好貨 大家可以去撿到寶一下 好 下一件 短褲 我本身 非常非常愛Adidas的短褲 因為我很喜歡這三條線 我原本要來 它就是Classic的那個款式 可惜還沒有了 反正我看到這個特別版 還蠻不錯這樣 我覺得Adidas在做短褲方面 它的Cutting 是非常適合我們這種矮的人 因為像我們這樣的人 最多只能穿5分的褲子 就是到膝蓋這樣子 這樣整體的腳 才會看得比較修長 那麼Adidas的褲子 它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甚至這一件我穿起來 有點像4分褲 4分半那樣子 就很韓國Opah的那種比例 所以整個看起來就非常好看 你穿拖鞋也好 你穿球鞋也好 都很好看吧 那各位兄弟 穿這種這樣的運動褲 千萬就不要這樣子 這樣穿就是好像中學生 你一點都沒有帥 即使給到你LV 你都像個 Asati Sorry Asati沒有問題 其實在Fashion裡面 我覺得輪廓是最重要的 你這樣子一條直直這樣 這個不叫穿搭 這個叫穿衣服 什麼叫穿搭呢 所謂的穿搭就是把你的輪廓弄好 讓整體看起來像是有打扮的 你看 上寬 下載 顯腿長 中間你不會很勒飛 didn't get didn't didn't get 好 下一個 那麼最後一件T-Shirt 我就拿了Nike的T-Shirt 那麼這一件Nike T-Shirt 它的Basic T-Shirt 是JD的Exclusive款 只有他們有不了 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配色 我本來想拿一個土色系的那種 Olive Green 結果被人家燒光了 所以最後我就選了一個非常的 你懂 斯文有點校園風感覺的這個灰色 我願意比較好做搭配 如果你們去JD的話 記得去看他們這個T-Shirt的區 他們有非常多顏色的這種基礎款 非常好拿來做內打 而且它的布料蠻爽一下的 是那種很柔很滑很透風的 Yeah 幾乎我今天拿的東西 90%都是Adidas 對 在於服裝方面我拿很多Adidas 那麼現在呢 就到你們 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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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期待的部分 就是球鞋 那麼這次我在JD呢 由於budget問題 我現在只拿了兩個 因為我拿了非常多的衣服 所以我只拿到兩雙鞋 我就直接給大家看了 那麼一雙呢 就是這一雙了 叮叮叮叮叮 不用大家介紹咯 這個在我的IG就看到咯 就是Nike的Air Jordan 1 OG配色的MID 非常非常的好看 雖然它不是我的最愛的 AJ1配色 它是我的第二個愛的配色 因為我對紅啊 白啊 黑啊 藍啊 這幾組配色我都非常的 有一種情節 我非常的愛 那麼我是非常surprise 那我一進去店裡面就看到這一雙 哇 因為大家都懂啊 這個是Band version 所以大家都搶這顏色搶到爆了 結果竟然給我無端端在JD Sport看到 而且還是原價買到 不香嗎 好 你們是不是很好奇 下一雙鞋子耶 這一雙鞋子我是非常的喜歡 我完全沒有看過這個鞋子 把它突然間就 就給我無意中在一個角落那邊 高高放著給我看到 就立刻把它拿回來了 這雙鞋的價錢 竟然比Air Jordan更貴 就是這一雙 DAM 這一雙 這雙 這雙Air Max厲害了厲害了 非常的好看 其實我已經拿來穿了很多次 因為真的非常好看 這一雙Air Max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是一個非常經典 非常classic的版本 近兩年非常的紅 就是因為 其實兩年前Air Max Day的時候 就有請JDragon來去推一雙Air Max 他們就推了這一個款式 我記得那時它的配色是 全銀chrome的配色配黑色 然後紅色狗什麼 我忘記了 But anyway 我這邊放圖給大家看 那時候我對這雙鞋其實沒有太大的興趣 因為我知道很Hype 通常我對這種很Hype的東西 就沒有一個太大的慾望 但是四哥兩年後看到這個鞋子 我就有一種另一番的體會 覺得非常帥的 然後我很喜歡它這個幾皮的設計 然後配它這個reflective這樣的材質 這個銀色的紋 中間有這個neon orange的配色 所以它整體的配色就很好看 它的tone全部很和諧 然後遠遠看起來就是一個很帥 很有俗男的一個Air Max 然後它的腳桿非常好穿 這真的真的真的很好穿 應該是這樣我最近穿最多的鞋子是它 而且它非常百搭 跟我本身有的顏色啦 是非常的搭的 甚至剛剛我選的這個ardidas的track suit 都跟它非常的配 你看 所以我就選了我的衣服過 結果跟我家裡有的衣服的顏色還蠻配的 就果斷的入手了吧 這雙鞋子它就稍微比較貴啦 它貴過我們的AJ 我記得是739 我沒有錯的話 超帥超帥 所以我覺得球鞋這東西 不要理市場怎麼吵 買鞋 要買新頭號不 哎呀 I like it 那麼買了一雙你很喜歡的鞋子 就要盡量的拿來穿 因為鞋子不穿的話都是廢的 Anyway 今天這個分享就到此為止 它是一個很簡單的開箱影片 然後主要我想說 這個跟JD的合作 太開心了 You know I'm a big fan of JD Sport 非常開心加入他們這個大家庭 然後接下來我會有很多這種鞋子啊衣服啊 就希望可以跟JD有更多的這個企劃 合作配合 然後可以把這些好康也送給所有小飛仙 就可能可以做一些 大家喜歡的MJ Meet Me 雙人大改造啊或者是鞋子撿到寶啊之類的 You know 因為我真的非常厲害在JD找好貨 Anyway 這個影片純熟 要跟你們分享一下我的心情 好啦 今天這個影片就到此為止吧 喜歡我這個新的setting嗎 我終於有一個自己比較hypeat的一個 一個空間 Anyway 如果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記得分享一次看看辦事看 按下為止 也要記得按我的page follow Instagram 然後登給我的YouTube Panel 記得打開小鈴鐺吧 好 我們下一集見 拜拜 就像有一天你們在JD的這個大寵寬到我的臉啊 哈哈哈哈 在網站有隔壁 哈哈哈哈 有隔壁還有VVN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I lov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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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ove you